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 万机营已经答应跟我们联手了吗 对 有万机营的首肯 我们对付皇后 就多添了几分胜算 这是郡王爷之福 天下之福 今此 由你从中帮忙 给我出谋划策 行事才得以逆转 孟凡 无论这次 或得或是 我李龙基都会 终生 对你感激不尽的 这个孟凡好大的胆子 竟然三番五次地跟我作对 今次皇后娘娘 一心要笼络万机营军心 但孟凡从中作稿 幸亏奴婢 及时化解纷争 托皇后娘娘 还有公主的红服 今次才能逢凶化吉 大胆见闭 你竟然敢在本公主面前邀功 公主息怒 我早已命你 提防孟凡这个贱婢 可是你就是冲而不闻 为我加以防范 终于让她有机可乘 实在是罪不可恕 可是 不要以为当了内使人 就不是贱婢 在本公主眼中 你始终都是个贱婢 知道吗 贱婢 奴婢之罪 是奴婢一时糊涂 才让她有机可乘 请公主开恩 大帝当前 罪即军心动乱 假如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她们 趁机对付我们 你这一条贱命补偿得了什么 奴婢只是一时糊涂 奴婢对天立誓 今后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死罪可免 活罪难扰 就重罚你三十丈 公主开恩哪 公主开恩 公主开恩哪 罪毕孟府 未有依从安乐公主 吩咐行事 公然不敬 如今 当众仗打三十 以警效尤 我 这个孟夫 助纣为女 胡假胡威 依附着公主 才可以当个内神人 如今饱受杖刑 总算是苍天有眼了 我知道 今天请终于 我 这里 还有这里 五万府兵已囤住在京城之外 东郊西郊两处 可人数众多 也只能当做后援大军 真正一战定生死的 还得是苏伟攻进的 左右飞骑军 左右万济营这四军了 如今万济营 已转投我们阵营 看来决胜之道 在于谁可以掌控飞骑军 王爷 三公子 皇上 牛帅飞骑军的将领 结果如何 属下无能 有负所多 飞骑军 虽然对皇后和公主的所作所为 甚有威严 但始终不相信 他们会弑军 所以无论我花费多少口舌 他们依然不为所动 少了飞骑军这招 到齐 我们如何力挽狂澜 如何扭转行事 依我看来 如今要论胜负 还言之尚早 方生 此事事关重大 你务必要继续努力 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可以轻言放弃 属下定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皇后那边 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皇后倒是并无意动 反而是安乐公主 他命人当众惩罚孟夫 所为何事 并无名言罪状 似乎是办事不力 所以受罚 公主明知此刻 跟我们剑拔弩张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当众处罚孟夫 怒杀朱将军 已经让万锦英对公主 极为不满 才当众处罚孟夫 难道他就不怕这样 会动摇人心 刺乱阵脚吗 除非公主的心中 岂是另有所多 可他要对孟夫用刑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但事出必有因 他这样做 一定是有所针对 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对孟樊却有切夫之同 难道他要对付的 不是孟夫 而是他的姐姐 他最恨的孟樊 冷静 你要去哪里 我现在必须 赶去找一个人 事关重大 回来我再跟你们说清楚 小马告诉我 孟夫受了账责之刑 也不是伤得有多重 这个安乐公主 还真是狠 就连孟夫也不放过 只不过 我们去找孟夫 公主会不会趁机大做文章 我和孟夫姐妹一场 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看她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啊 救命啊 孟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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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振作点 孟樊 振作点 孟樊 一定要挺住 孟樊 你一定要挺住 孟樊 你一定要挺住啊 孟樊 我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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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衣就在前面了 没事了 一定要站住啊 孟樊 我好冷 我好冷 不能睡 千万不能睡 本王要你看着我 对 千万不要睡 奴婢恐怕 要毁命了 孟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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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阳 孟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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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en 孟樊 散 孟芳参见公主 看你谁色慌张 所为何事 孟芳遇刺受伤 此事可与公主有关 没错 刺杀孟芳 是等公主下的命 公主当众处罚孟芳 就是为了要设计杀孟芳 孟芳暧昧心切 本公主就知道 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公主以我作儿 刺杀亲戚 这就是限我于不义 本公主还以为你知道 你和孟芳早已 割习断交 生死不相往来呢 我们确实姐妹情断 那她是生是死 又与你何干呢 姐妹情断 情分未断 再说 这是我们两姐妹之间的事 不需要外人插手 你拿我作儿 又把我蒙在鼓里 此举 确欠妥当 真好笑 本公主如何行事 还需向你这个奴婢交代 我为主 你为奴 本公主要你站着 你就不能坐着 本公主说往东 你就不能往西 甚至要你去死 你就不能活着 这个道理 你还不明白吗 幕府失言 请公主恕罪 本公主如果不恕 又如何 如今公主尚未坐稳储君之位 皇后 相王 还有太平公主 是谁夺得天下 还是位之术呢 奴婢虽为奴 但是为谁的奴 我还是可以挑剑的 好啊 你以为你攀到内婶人这个位置 是凭你自己的本事吗 要不是本公主的大力扶持 你仍然是公主的一个下贱小臂 论学识才干 你根本不及上官婉儿 就连梦法你都不如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 本公主只要说一句话 就能将你从云端上拉下来 直坠入国权 或许吧 但公主也要好好保住 眼下的权位 亡国之奴 大不了就是在此为奴 但亡国之君 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有空闲跟我这奴婢瞎鬼扯 倒不如想想 相王 还有太平公主 他们在打什么主意不 你给本公主好好地记住 今日的荣华富贵 都拜本公主所赐 没有我 你什么也不是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求的是姐妹情 还是林立新 当然 二者只能存一 奴婢 奴婢叩见皇后娘娘 请老奴打听 孟尚仪身受重伤 昏迷未醒 欲以诊治伤及脏肺 危在旦夕 好 就让她再多受一点苦 再送她去见盐嘛 据老奴所知 林兹郡王不分昼夜 守候在旁 忧色满面 憔悴不堪 似乎与孟尚仪情义 非比寻常 这个孟凡可真不凡啊 小小的一个婢女 还真有点本事 连李龙姬都被她 攻魂射破了 这不正是天助我眼吗 龙姬现在心系 渐壁生死 必定分身不下 无心过失 我们就予以突袭 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你要对付李龙姬 那个剑婢尚妻还活着 本公主就要再下一期 要她先看着挚爱 离开人世 然后也保偿一下 生死离别之苦 宫婢婢受伤是件小事 要是皇亲国戚遇刺身亡 那就影响甚广了 我看 此事不宜过急 可是那个李龙姬 如今与太平结成一伙 势力倍增 如此绊脚大实 理应及早出去 了却心头大患 还是再等两日吧 母后此话何解 再过两日 太子就要登基了 太平公主和八王爷 一直都布满 本宫改遗诏的事 他们蠢蠢欲动 伺机反扑 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让太子 先顺利登基 过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人 母后深谋远虑 儿臣自愧不辱 依母后所言 应如何不输 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母后的意思是 从来都是天放雷鸣之前 有虫蛇蝼蚁仙动 宫中风云色变 宫必奴才必有益 中尚公 老奴在 从今天开始 你去监察 六局所有宫女的言行 如有异样 必须前来禀报 老奴领命 水云 把这里打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凡姐 她怎么样了 姑姑 孟尚仪仍然昏迷不醒 你们等在这里也于事无补 这一关是要尚仪大人独自闯过去的 既然帮不上忙 大家还是回去吧 姑姑 我想看看小凡姐 我真的好担心她 对啊 姑姑 你就让我们进去看她一眼吧 小凡姐 姑姑 又让我看一眼吧 上仪大人纵然服了药 但气息依旧虚弱无力 恐怕一时半刻不能接见大家 怎么这样 况且你们还有事情要做 总不能拖延不理呀 妈 对不起 都是为了我才把你害羞的 还成这样 我不该把你卷进这场宫廷的杀戮之中 可是我却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当日樊梁的事 是我出卖了你 我知道你其实 已经不再信任我了 太子的事 让你更加讨厌我 所以当你为了妹妹要我帮忙 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你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不这样我就再也留不住你了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 我一直最想做的就是守护着你 当然我没有好好地守护太子 这是我一生之中的最痛 所以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 你一定要撑下去 就算要拿生命来交换 我也愿意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发誓永远都不会 这王爷 药来了 来 喝药 听御医说 孟尚仪的气息已经由弱转强 相信假以时日康复有期 尚仪大人昏睡的这些日子 君王爷您日洗手后相伴在旁 还请君王爷回府稍坐休息 保证跪体 现在还不可以 他还在阎王阶外绕圈子 我不能离开他 可是其他宫女看见君王爷守候不退 就会以为上一大人还未脱险 为了令众人心安 奴婢大胆请求君王爷回府稍息 免得人心惶惶 而且奴婢是奉太平公主之令 请君王爷过府一句 可之所为何时 奴婢也不知道 只是公主守候多时 就等君王爷一个答复了 好吧 本王就跟你走一趟 奴婢叩见君王爷 奴婢 本王明白 你们大家欣喜孟上仪的安危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竟予以诊治 伤势目前已无大碍 所以到现在为止 各位已经戊戌寡心了 太好了 不过孟上仪离苏醒 或许还有一段时日 所以现在大家 还是先行离去 免得因善离职守 遭主子责怪 奴婢告退 倘若孟上仪醒来 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王府来禀告 奴婢遵遵密 公主 郡王爷来了 参见姑姑 仁儿 去抛上等山茶 让郡王爷好好地提提神 是 就先不必麻烦了 姑姑如果有什么话 就请跟侄儿直说吧 你有多少天 未曾就寝了 姑姑找侄儿来 就是为了这么无聊的话题吗 贤侄身系家国重任 安康与否 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 实属大事 姑姑请恕侄儿无礼 侄儿先行告退了 你这么匆忙 是想要赶着去做什么 姑姑有什么话 可以直说 不必绕圈子 姑姑也想快人快语 但看你如此模样 两眼无神 萎靡不振 只怕思绪混沌 要声讨大事 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所谓大事 无外乎都是谋算人心 而欲我诈之为 耍阴谋手段之举 又何需用心 你这是什么态度 诚如姑姑所言 这儿确实是因为最近 有些疲倦了 以至于言辞有识 得罪了 就为了一个孟凡 你就弄得如此一决不振 关于孟凡的事情 值不想多提 为了儿女私勤 你竟枉顾家国大事 如今太子已称姬登帝 皇后亦以如愿敬为皇太后 临朝称至 本来我们可以整肃朝高 就是因为你 整势不理 本末倒置 放弃了大好机会 以致前功尽弃 你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 皇太后就会有机可乘 到时她大权在握 遍天之日不远矣 侄儿今日心里焦瘁 真的是累积了 改日再与姑姑商讨对策 告辞 岂有此理 红颜实属祸水 连龙姬都伪战而败 公主 那现在如何是好啊 龙姬一蹶不振 莫说要连同对抗皇太后 就是安乐公主 她也没有办法相抵 皇太后一定会把握这个良机 将我们逐个击破 为今之计 要杀出一条生路 我们就只有先下手为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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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我带了什么给你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淘姬娘粮果 姐姐 你要快点醒过来 要不然夏去秋来 就再也采不到淘姬娘 你要想吃 就得等到明年了 原来 有些事 时间一过 就不能回头 淘姬娘如是 小夫也如是 姐姐 对不起 是小夫害了你 我真不知道公主这么狠心 她利用我 派杀手置你于死定 姐姐 对不起 你不要生小夫的气 我怕到今天 我绝对不能半途而飞 为了走到今天 我不惜背起重拒 舍弃自己的亲儿 我现在又害了你 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姐姐 姐姐 小夫现在 已经会照顾自己了 你不要担心我 从小到大 你都是那么心心地照顾小夫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要是 你要是累了 就不要再撑下去 不要舍不得小夫 放心地去吧 我不是不想跟你去 只是小夫不甘心 要放弃这一切 都同爱 及时于场空 所以小夫决定 要跟着公主 生死相随 从今天开始 再也没有梦福 这个好妹妹了 有的只是 安了公主身旁的心中 内舍人 这些是 此人 公主 深情 以后 以及 理想 是 是 有的 ал 5 姐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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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你所言 宫中一切如常 未见异样 禀太后娘娘 各宫公必安守本分 未见愉悦之举 只是据老奴所查 内舍人昨晚探望孟尚仪 都留足足半个时辰之久 奴婢参见皇太后 公主 听说昨天晚上 你去探望你的姐姐孟凡了 孟凡乃是太平公主 及相王父子的心腹 孟福只是帮公主 去打听消息而已 那你可曾探听得知 什么消息了吗 她已经快不行了 据老奴所知 上福上时 上寝上宫 四局四上 已准备相约 一同去探望孟尚仪 看来孟尚仪的情况 的确已经到了 令人担心的地步 老奴也打算去探望 趁机一查究竟 孟凡终于可以尝到 被人背弃之痛 感受到孤身一人的痛处 说到底这孟凡也只是区区一个奴婢 我们目前当务之急要对付的 是太平和相王父子 龙姬为孟凡的生死 忧心如焚 于此期间必定会疏忽 属于防范 真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 如今林姿郡王三魂不见了七魄 这样太平公主的手就被废了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依奴婢之箭 应先发制人 先杀太平公主 再除相王父子 言之有礼 如今李龙姬城市不足 我们要对付的是太平 女儿啊 不要因小师大 误了大事 女儿明白 一切就依照 母后的旨意办事吧 孟凡 怎么样 你好点吗 多谢大家的关心 孟凡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既然也没什么大事 为什么你还要对外 谎称昏迷未行 危在旦夕 还秘密相邀 孟凡此举 是为了掩人耳目 掩太后 还有安乐公主的耳目 因为此刻孟凡 要跟四位大人商议的 是谋犯大事 孟凡 自从你入宫以来 你就总是自以为是 独断独行 如今 你又在说什么鬼名堂 太后跟安乐公主 齐天网地 弑君夺位 会乱攻击 惨害生灵 林姿郡王决议 起兵讨伐 匡扶计 整肃朝纲 荒唐 太后和公主 虽然行事乖章 怎样也不至于 会弑君的 虽然尚寝大人 一向看不惯孟凡 不懂寻规蹈矩 但是孟凡相信 大人能分辨是非善恶 难道大人真的认为 孟凡会如此口无遮拦 肆意妄为吗 孟凡 雷尚寝不喜欢你行事莽撞 就是怕你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但他对你的品行 非常欣赏 否则当年 就不会拜托 我把你收留到 上宫局里来照顾了 是啊 孟凡 我知道你行事 自有一套 但是 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 稍不留神 我们四局随时遭灭顶之灾 你说他们母女 弑君夺位 究竟有没有真凭实据啊 我就是凭据 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们千辛万苦 才震杀了皇上 谁知始终 都未能登上地匪 还有先太子崇峻 也是安乐公主 幼时梦服下的毒手 钟上公 此事非同小可 千万不可出错 难道你亲耳听到 皇后毒杀皇上吗 千真万确 自从知道 先太子遇害真相 我就悲愤莫名 幡然醒悟 明白太后母女 心肠歹毒 为免二人扩大势力 我才恳请柴上公 让位于我 就是为了阻止他们 继续弄权作恶 可惜 还是没能阻止 他们毒杀皇上 真是始料未及啊 他们还命上宫 冲局的人 坚持各局动静 太后基于地位 不择手动 如有人不肯同流合污 就只有死路一条 上至大臣 下至功臂 无疑幸免 所以孟凯恳请四位大人 为了国家设计 帮助君王爷 一举剿灭剑血 兵公主 各副府并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候命 好 本公主接到密报 太平公主狼子野心 觊觎地位 密谋造反 欲趁新帝继位 均心慰稳 暗自招兵买马 欲效法先帝武士 妄想当大唐女皇帝 可此事非同小可 公主可有肯定的消息 准确无误 那是必然 本公主会无端捏造吗 为保大唐基业 除奸邪定江山 客下分兵 夜席郡王府 绞杀太平公主 势在必行 为如此 才可保 立堂江山的真正太平 美人得党军功尽瘁 此而后应 好 出发 安乐公主 跋扈宫中 凌辱大臣 无视王法 为所欲为 太后视而不见 放任骄纵 魔爪由后宫 伸至朝堂 结党营私 扰乱朝纲 恶行愈演愈烈 如今竟觊觎地位 密谋作反 夺礼堂江山 立为是天下 如此奸邪 天地不容 天地不容 今夜一战 除奸党要挟 保江山设计 正肃朝纲 振兴大唐 不容有失 愿离公主拆险 愿离公主拆险 非职叩见公主 何事惊慌 快说 禀公主 前锋回报 太平公主正率领上万兵马 纠集前方 似乎是冲着公主而来 好啊 果然是先发制人 抢夺先机 公主 我们要先谋定 再行动 没了龙姬这帮手 太平孤军作战 量其兵力不过一万 我方今 辅兵就有三万 还有万计飞骑两营精兵 尚未调动 势力悬殊 本公主哪有战败的可能 公主此番只是一策 未能做准 既然对方军力未明 我方理应先避其锋芒 查探清楚 再另谋策略 荒谬 上阵杀敌 关键是要一鼓作气 临时变阵退缩 只会更加扰乱军心 更何况本公主胜券在我 哪有让路之理 传令下去 兵将若有退缩者 杀无赦 是 兵公主 安乐公主兵马已到百丈之外 正朝我军大局进发 据探子回报 安乐公主调动的伏兵 是三万之术 我方只以一万之术迎战 必须以策略取胜 公主可有取胜之道 昔日井行之战 韩信以万术之兵 致胜二十万之敌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本公主早已派探子 潜伏在敌军之中 安乐公主交金狂妄 用兵无方 今夜 本公主就要她尝尝 一败涂地的滋味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